大家好 我叫王朔 然后现在是在韩国留学第八年的留学生 第一是因为平常对自己的中部的大小不太满意 第二是穿一些比较好看的衣服的时候 也是展现出来的样子也不是自己太喜欢的 第一次是因为朋友在这家医院做过皮肤管理 然后之后的效果呢 我觉得特别的好 所以我就来这家医院 然后进行过后我就决定已经在这家医院去做手术 然后院长给我的方案是采用的是摩滴钾 然后就三倍武术贝贝 手术过后的效果出去 之后就是希望跟朋友拿着比基尼 然后去海边 然后去检查地 最深的完成的 即使是不变化吃了 太晚了 到了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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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太紧张 就是非常期待我术后的样子 大家期待我术后的样子吧 做手术之前我非常喜欢穿紧身的衣服 但是每次穿出来的效果 并不是我喜欢的样子 然后现在呢 就要说到最后我做的穿什么都好看 然后就产生有很多自信 术后我已经在医院做了四次的术后管理 主要是消毒管理跟疤痕管理 主要是防止胸部护肌会导致僵硬 然后给胸部做按摩 然后第一医院的机器都很先进 然后呢我觉得非常好 选择摩迪甲体的理由是因为摩迪在韩国是选择性最高的一个甲体 然后呢不仅触版跟真凶一样自然 无论是站起来还是躺下的话 就跟真凶一样 就是呈现的感觉是非常自然的 现在有很多就是周围的人周围的朋友都很想做胸部手术 但是因为怕不安全 所以大家很多人都在犹豫 我现在虽然才一个月 但是现在已经基本日常生活还是工作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 然后没有任何的不方便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蛮推荐的 而且安全系统也挺高的 而且没有任何的影响 然后触感方面 手感方面也是跟真凶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跟我自己的胸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